等了18个月美国终于宣布要放宽旅游限制 新规定等于取代美国前总统川普去年起对中国大陆、印度、英国、欧盟等33国发布的旅游禁令 也就是不分国家将一视同仁 所有入境者一律得提供完整的接种证明 三天阴性检测证明和接触者追踪讯息就能入境免格 对此旅游业大表欢迎 欧美多家航空公司周一股价大幅走扬 尽管实际上会认可的疫苗还有代工部 但英国方面已经乐观启程 因为美国CDC透露出了目前国内承认的辉瑞莫德纳和交生疫苗 未来所有WHO核准的共7款疫苗 包含AZ、国药、科兴和印度版AZ都将接受 而最终名单也可能再增加 分析指出美国等于要与病毒共存 同时希望帮观光业止血 世界国旅游与游业计判定 美国股市负责200亿万亿 我觉得今天早期的预告看到的 因为如果从两个大 global 经济 开始发生这个意义 也认为其他会同意 我认为其他会接受 我觉得美国的疫情考验还没完 累计死亡数破67.5万 正是超过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死亡病例 未来数字还会不会上升 接种率是关键 根据统计 美国目前只有54%完成接种 但白宫防疫专家佛奇却不肯透露 未来是否也会对国内班机的旅客 比照办理强制接种 至于疫苗方面倒是有好消息传出 美国儿童距离能施打疫苗又跨出一大步 贵瑞公布5到11岁儿童疫苗的试验 结果显示尽管是施打减量版的疫苗 还是能产生很强的免疫效果 只是安全性还有讨论空间 因为还不能打疫苗 美国儿童确诊数居高不下 然而目前对全球而言最大的难题 还是疫苗分配不均 欧美国家陆续接种第三剂 亚洲及非洲国家却还是有很多人 连第二剂都打不到 因此美国表面说放宽旅游限制 但对接种率低的地区来说 规定似乎没比较宽松 TVBS新闻 总统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